千百個吃苦流汗的日子 就為那最後那一下 有的時候 如果沒有舉到那一下 也是掉眼淚 我也看過你那樣的眼淚 其實 我覺得我還看過一個畫面 其實我也很多 你們一家人 你們家裡很多人 對不對 媽媽 阿嬤 對不對 他們一家人坐在那幫他加油 然後你一去我一去 你快點來 對 我們家的那個模式就是這樣 其實還滿開心是 因為我的關係 然後讓大家一直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聚在一起 在很小很小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 我可以去舉重參加比賽 得到獎金 而讓家裡生活好一點 對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動力 很重要的一個動力 其實就因為你去 你就覺得 反正我努力一點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後悔做這件事情 其實因為我國三那一年的 拳手拿了金牌之後 其實就有發現自己在 自己在這個項目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的天賦 對 當然我們都知道 有天賦是不是不行的 你還是要去努力 還要努力 對 所以因為努力過後 所以這天賦變得就是 讓我可以站上國際的舞台 然後讓家人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甚至讓國家整個團結起來 就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其實放棄過是真的沒有 對 只有在受傷 快比賽前的訓練 有點迷失的方向 對 真的嗎 怎麼迷失 因為那時候其實受傷之前 90公斤對我來說是非常輕 簡單 對 但受傷之後因為 因為是腿 腿對舉重來說非常重要 所以那時候90公斤變成說 我想要舉起來 可是有時候就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就會很難過說 90公斤都舉不起來 你要用什麼去 妳要怎麼參加比賽 就是甚至不要說站上面有個舞台 就是會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失落 然後就那時候就真的崩潰 就直接大哭這樣 在訓練場上就大哭這樣 那教練有沒有說你哭什麼 其實那時候教練 反而教練不會靠近我 我覺得他應該也會哭 因為畢竟就是有經歷過這一段 所以那時候是我的物理指導師 帶我就是走出餐館 然後走一走 然後他告訴我說 就是要我不要急 要慢慢來 畢竟受這麼大的傷 妳要四個月再拉回到那個層級 對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這樣 所以當妳後來 再舉過100的時候 其實那是妳恢復信心 對 就是那個點 很奇怪 就是 我相信所有運動員都是這樣 就是那個點 妳只要跨過了 其實後面就是真的會 躺就上去了 海闊天空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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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